在第四次试图自杀失败后 我在塔里梅奥医院的精神病区待了大约六个星期 这家医院坐了在我父母家以北约四十分钟车程处 由于经过二十次药物治疗后 我的病情仍没有多大起色 临床治疗小组决定将精力集中在心理疗法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会和一位心理学家见面 他向我介绍了正念 正念主要强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 他要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 很多心理上的痛苦都来自对过去的层面 或者是对未来的焦虑 正念这一理念很有道理 但我发现要想真的应用于自己身上却很难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内心依然被完全的黑暗和抑郁笼罩着 我们决定试着停止所有药物治疗 让我的身心系统有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在入月期间 我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但并不是特别明显 由于此前的心理治疗尝试并没有产生期望的效果 我又回到了药物治疗的老路上 并离开了医院回到了父母身边 但是尽管再次开始服用抗医医药 我依然被恐惧绝望的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 自杀的念头也绝土重来 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在医院里遇见的那位心理学家离开了 我妹妹林恩从心理赶过来看我 她想帮我找一个合适的新治疗师 结果证明 想在福斯特找到一位心理治疗师 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很多 需要打无数个电话 费尽周折 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位心理学家 她每周会从悉尼到本地出诊两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一直接受她的治疗 但是那种阴郁绝望的感觉 依然无处不在 还伴随着内心深处浅藏的焦虑 我担心自己会再次动摇 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了 在那段时间里 父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从未间断 但是福斯特从来没有给我一种是自己家的感受 我每隔两周去悉尼 探望孩子们一次 要隔这么长时间 才能看到他们 让我感觉异常难熬 终于我下定决心搬回悉尼居住 我搬进了一套离孩子们不远的小公寓 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见他们了 我还慢慢的和从前那些朋友恢复了联系 后来我开始在新南威尔市志愿者协会 做一些志愿者工作 负责和人谈话 并帮助他们在非营利组织内 找到适合的志愿者工作 我以前在职的时候就担任过招募工作 所以这份志愿者工作 让我有机会利用自己从前的技能 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好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和其他人进行交流互动 使我不再沉溺于个人思绪中 我还近距离地观察到 工作和自愿付出是如何帮助人们 提高他们的自尊自信的 再回悬崖边缘 尽管我的社会功能似乎正处于正常状态 但我对前景的悲观却依然如故 交流感卷土重来 甚至开始愈演愈烈 可我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重新陷入了失眠和精力透支的怪圈 又回到了那种绝望到极点的抑郁阶段 我感觉自己再度失控了 我的医生费尔西大夫认为 我应该到北方诊所登记入院 这是位于悉尼北部的一家精神病诊所 我在北方诊所待了九个星期 再次尝试了一些新的药物 还加入了一个团体治疗小组 因为我的状况没有任何起色 医院对我采用了一系列 电修科疗法 这让我的短期记忆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北方诊所待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大部分潜在焦虑已经消失了 但仍然感觉抑郁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 已经恢复到可以出院的程度了 但离康复还有很远的距离 回到家后 由于离开了诊所那种精心组织 日程紧凑的时间安排 我发现自己手头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无处消磨 幸运的是 诊所向雨出院的患者 提供了一个为时 18周的心境障碍治疗项目 于是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体验之旅 这是一个团体项目 在两位新女学家的带领之下进行 大家每周聚会两次 在经历了医院那种严谨的组织化管理后 这种定期举行的聚会 确实让人觉得轻松很多 这个项目主要是进行团体治疗 也鼓励参与者在诸多生活领域内 为自己制定每周的目标 这些领域包括 学习 休闲 精神层面 健康 伴侣关系 家庭 朋友 及职业等 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目标写下来 并安排好时间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完成它们 此外 我们还必须向整个团体汇报自己的执行情况 是否按照安排完成的目标 这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感 我发现 这种为自己制定目标的方法非常有帮助 过去 在工作 以及自己的职业规划中 我都为自己制定了大量的目标 不过我发现 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设定一个目标 能够让我更全面 更整体化的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每次 当我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周 看到自己设定的每一个目标都已达成 都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老朋友来找我 他有着和我类似的精神问题 对我正在承受的一切深表同情 我们开启了恋爱关系 这种关系抚平了我的孤独寂寞 让我重新获得了自信 你家里的地区 没有 我们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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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从未必池的地区